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不知道躲哪里了 上次有一只鸡落下了 因为我每次抓它的时候 它就躲起来 而且它都不肯生 我担心它一只小鸡太孤独了 每次抓它都抓不到 躲起来了它 而且很神奇的 然后它跑了一个角落躲起来 它就不肯生了 很难抓住它 只能又等完 在这里了 在这里了 又躲进去了 它本来会发出嘰嘰嘰的声音 等它躲进去之后 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它就躲在下面 找不到了呢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别跑 这是一只落跑的小鸡 还有一只母鸡很神奇的 我们关机的地方在那个地方 然后它要生蛋了 跑回来了 我给它抓回去 然后第二天它又跑回来 其实这地方还蛮远的 隔一条小溪 它都能找到自己的家 好神奇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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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鸡在这里呢 现在就这么一只鸡在这里逍遥自在了 我越难它没办法呀 抓回去又跑回来 抓回去又跑回来 而是每次都把鸡蛋伸在那个门后面 然后邻居说这个鸡是聚采鸡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鸡留在家里面了 其他鸡的话就放在那边 还有这几只美娘养的小鸡 已经快一个星期了 这几天就把它们放出来了 你看它们是要自在的在这里呢 下雨了 躲那边去吧 去那边去 这天每天送粮还是挺麻烦的 准备改造一下这个桶 先给它转几个孔 多转几个 再把这个装上 这就改装好了 把玉米倒谷放在这里 鸡可以从这里进去煮 这样子它就不会淋湿了 可以一下子放很多 这个是我们家以前剩的倒谷 不知道多少年了 自己家种的 保存的还挺好的 给鸡吃刚好 这满满一桶 半个月肯定够吃了 现在就改造好了 好多 又做了这个喂水器 等这个喝完了之后 它自动会漏下来的 这样它们的水就保证 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了 难得下雨了 等一下不下雨的时候 我们就拿过去了 这个莲芯其实没有那么苦的 这个比较嫩的 我们要来比赛 看谁可以把这个莲芯吃下去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干干了这颗莲芯 要嚼的啊 看谁先印一下去好不好 它其实没有那么苦 有一点点苦 你直接吞下去了吗 我嚼了几下就吞了 苦不苦啊 一定点 下次可以试一下干的莲芯 那个更苦 那我脚也不脚 直接吞下去了 那不行的呀 直接吞的话会伤到火弄的 连心可以泡茶喝的 现在外面不下雨了 妈妈去喂鸡去了 剩下来交给你了好不好 好 好 早会见 我终于抓住他了 好 见你的兄弟姐妹去啊 好 啊 找到不对去了 冬天 下雨 有点已经变成落塘鸡了 看来还给它们搭一个房子 有几天没找鸡蛋了 今天找一下 有几天没找鸡蛋 这鸡蛋不上 找到了 两个 现在这个蛋它乱下的 每次都要到处找 看这两个都淋湿了 两个 还有没有 再找一找 给它们造一个蛋窝了 这样子就不会乱下了 是吧 准备烧碗饭吃了 就捷了两个蛋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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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哟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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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哟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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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要剪枝袋 剪枝袋 那东西不用袋了吧 今天剪了两个蛋 昨天没有 昨天没有 今天两个 现在生蛋的这些比较少 做等鸡长大 等过年了那些小鸡也能生蛋了 等过年的时候 是不是鸡蛋有很多了 对啊 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每天去剪鸡蛋 每天都有好几个鸡蛋可以剪 你炖的过猛了 轻一点 面穿完了 好开心啊 你这么说怎么夹不出来的 刚刚夹出来一点点了 你看 好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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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啊